台中纤维工艺博物馆自去年开馆以来 已经吸引了超过40万人次造访参观 为了进一步扎根美学教育 纤维馆这一天是邀请了临近大园国小的小朋友 来担任一日小馆长 这小朋友穿上了可爱的特制小馆长服饰 师弟体验迎宾招待 展览资讯介绍 民众咨询等等的服务内容 而这小馆长媲美专业水准的表现 也让参观的民众是举起大拇指说赞 这个可以翻阅或是摸摸看 解说员详细向民众介绍 令草和羊毛等各种纤维工艺 仔细一看怎么他们是来自大园国小的学生 这天担任纤维工艺博物馆的一日小馆长 要来体验馆长的工作内容 我以前不知道原来编织 编织也能做出那么广大 那么漂亮的作品 因为我以前并不怎么会编织 我一直认为编织只是一些 像缝衣服这样平民会做的东西 而不是这样能做得那么漂亮 那么的细腻 我们邀请了在地的大园国小的小朋友 来担任一日的馆长 因为博物馆的功能的话 它除了有展示典查研究之外 很重要它有一个教育的功能 台中纤维工艺博物馆自去年开馆以来 已经吸引超过40万人次造访参观 这一次特别规划一日小馆长活动 让小朋友实际体验迎宾招待 展览资讯介绍 民众咨询等服务内容 而新鲜的体验 让小馆长表示 原来纤维除了做衣服还兼具多种用途 有紧张吗 会 还有学到什么吗 有 学到什么 学到一些植物纤维和动物纤维和一些作品 听起来像那个那个什么就是那个礼服啊 就是什么就像那个什么 针织针织做的礼服嘛 还有它那个什么动物的纤维 化学的纤维 然后还有像那种那个什么服饰啊 还有那个什么上礼的啊 两位小馆长媲美专业人员的水准表现 让参观民众是竖起大拇指缩赞 纤维管希望通过这样教育推广 让更多孩子从小了解 不同的纤维媒材和多元呈现手法 把美感教育向下扎根 记者赖秋风台中采访报道